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亚太世界 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了环境污染给人类带来的生命危险 也都清楚的知道如果任由垃圾乱堆乱放乱丢乱扔 最终环境污染所引发的危害终究会由人类承受 但是不管大家如何宣传这方面的理论 始终会有一些人不遵守规则 依然会任由垃圾常年累月堆在某地 有些人甚至会将垃圾倒入大海 这样的做法简直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 也不考虑这些垃圾倒入大海之后 会影响海洋生态平衡 会危害海洋生物的结局 前段时间有人在海岸边发现了一只被绳子缠绕多年的海豹 联系救援人员之后 对方及时赶到迅速拿下了绳子 在场人员看到下一幕瞬间泪崩 通过画面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最开始这只海豹一直在岸边挣扎 当地居民发现异常情况之后主动靠近 这才知道原来海豹的脖子上绕了一圈麻绳 可能是因为勒的时间有点长 海豹脖子已经出现了非常可怕的伤痕 估计这根麻绳已经折磨了海豹很长时间 后来救援人员用工具帮助海豹脱离了麻绳的困扰 大家这才看到海豹痛苦的表情 看到这幅画面大家都觉得心痛不已 但相比较其他海豹而言 这只海豹还算是比较幸运的 因为得到了救援人员的帮助保住了心里 有些海豹不小心吞噬海洋垃圾 直接搁浅上岸 最后人类抛开海豹的肚子里 才发现里面填满了垃圾 所以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出现 大家一定要及时制止随意乱丢垃圾的行为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